我是刘姐 今天呢 把我这育苗盆里边的这些子肋 开始给它挖出来 给它分盆栽种 现在呢 已经都长得很大了 开始挤了 所以今天给它分下盆 就是我这个小育苗盆 前两天呢 挖出两颗子肋来了 现在这这几颗子肋又开始变大了 我这盆呢 就是留着叶板繁殖的 陆续地往这里放叶板 开始上外分盆的时候呢 就先用这小盆 不要用大盆 这土都是我自己配置的 疏松透气 非常的好用 50%的颗粒土 看我这土啊 我制食 麦饭食 还有那珍珠盐 阴阳土 还有羊粪 粗沙 还有田圆土 配置而成的 养多肉 首先要是这土质 要给它配置好 给它创到一个 良好的环境 多肉才能养好 先把这颗挖下来 这是一颗双头的 看看这根系 长得特别的好 特发达 先在这里边 在这粉色的小花盆里边 这是一个状态头的 看看这根系 多么发达 哇塞 养多肉 首先咱们要 把它的根 养好 然后再说 养土状态 用土是关键 主要是用颗粒土 来控养 如果咱们的 营养土给它多了 它倒不容易上状态 总是绿绿的 不容易上颜色 养多肉是 一定要有充足的 阳光来照射 夏天不曝晒 其他三个季节 春秋冬 都要全日的 再加上大温差 再要这配土 给它配好 才能养土 良好的状态 以前我看一个 我们同事 他养的那多肉 特别的绿 特绿 就是不出状态 也不红 也不黄的 本身那个 应该养出来 是特别红的 一个是红枝玉 总是绿绿的 用的就是 家里边的普通的土 还有有机肥 根本都养不出状态了 跟养绿植 那种土质 是不行的 多肉是有 多肉的专用土 好了 再来一颗 把这一颗 挖出来 旁边的小苗 都要碍事了 哇 看看它大根系 长得多好 因为这个土 都是我自己配置的 看看育苗的土 也是自己配置的 非常的棒 咱们栽种多肉的时候 千万不要硬压 要把它根系 容易压坏 再上最后一盆 看看 全都长得正好 咱们栽种多肉的时候 一定要用 炒土上盆 然后过七天 给它顺着盆边 浇点水 一共栽了五小盆 这几盆子 让它们单独来生长 会长得更快 长得更好 好了 这期视频 刘姐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好看 好看